我們有一句話說 你要提拔看額頭 你要不要提拔一個人 年輕人幾個人站在那邊 你要提拔誰 額頭低了就是沒有人看到他 看不到他 什麼手面相的人 特別有人緣 可以在到貴人的體系 好的 那我們先來看 通通我們講眼睛是靈魂之窗 所以眼睛絕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先來看眼睛 眼睛這比較難理解 這種眼睛叫桃花眼 但是大家看圖 可能有一點點難懂 桃花眼的定義是什麼 是你的下眼瞼 就是眼睛的下圓 有一點臥蠶 不是臥蠶 它是要一個波浪狀 那怎麼看呢 其實像這個 冬英哥跟白玉老師都有 就他們眼頭的 前面眼角那一段 有一個彎彎的部分 波浪 對 所以他眼頭一定要凹進去 他不是說看誰 看白玉老師 你看白玉老師的眼頭就很明顯 它有一個波浪狀的下眼瞼 就是彎起來 對 那這一種眼睛的特色 是非常容易得到異性的幫助 這一種桃花眼比較特別 有的人會說那桃花眼 它一定是這個感情比較亂 不一定 桃花眼只是它容易得到 異性的協助 我們演藝人員也要桃花眼 沒錯 你怎麼會當的 放電 你知道嗎 對 那接下來看第二個 第二個更厲害 第二個難度非常高 第二個是 塞要爆滿 就大家現在會很多人喜歡 把臉變尖對不對 取笑順 對 順格就算一種 然後臉這邊要都是肉 整個爆開來 它沒有爆開 它是便當臉 比較傳統來說 就是沈殿俠的女士 可能算是這樣 就是塞一整個爆開來 那這一種人 他是從出生 到他這個臨終之前 都是屬於貴人無限的 他做什麼都會有人幫忙 非常非常好 所以像我們這樣 是骨頭不夠出來 肉很出來 對 這也 明明也這樣 所以其實算不錯 但如果 可以再出來就會更難 再出去 就被賣到很久了 當藝人不會喜歡這裡很出來 都挑戰說去銷戀 從小弟 一般可能就是 喜劇圓比較適合 臉比較圓一點 那再來是第三個 好 第三個是什麼 是眉心要夠開 就我們講這個地方叫硬糖 兩眉之間叫硬糖 大家聽說硬糖發黑 感覺很危險對不對 所以硬糖如果很開 這個人不得了 這個人就是貴人非常多 人緣很好 一般來說 大家叫他怎麼量 就是最好能放兩根手 就這樣放 然後摸不到眉毛 那比較厲害的就是 三根手指 就可以放三根手指 那個人是不好看的 的確不是很帥 但是這個人他會 晚上都很好睡的那種 很好 因為沒換黑白白 對 他就是什麼都很想得開 所以他人緣很好 貴人很多 是因為他從來不計較 所以有些年輕人 不是毛巢就很茂盛 這樣整條 一條龍 整條龍 那個要拔乾淨 沒錯 就拔掉之後就不糾結 然後不糾結 有時候怎麼樣 心一開 其實世界就跟著開 所以這是很大的關鍵 就以上三個 是比較容易 人緣好的面向 什麼手面向的人 一生貴人不斷 好 我們講一個人的貴人 有些人貴人很多 一生不斷 有些人就比較少 或者幾乎沒有 所以我今天是用 人像學來講 我就用人像學的四張圖 來做個比較 我這圖左邊這邊的就是貴人多 一生貴人不斷 右邊的人就是貴人比較少 用這個來四項特色來做個說明 第一項用手項來看 手項看什麼地方呢 手項看這個手上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生命線裡面 有這個叫做貴人線 另外在無名字下面 這個叫成功線 是 那我們左邊這邊是怎麼樣呢 成功線 貴人線很明 就是很清清楚楚 很清晰 不會斷 那右邊這邊呢 一樣的是成功線貴人線 就比較暗 暗的意思就是不清楚 或者沒有 或者斷斷續續 或者破壞 或者分擦這些 就是不好的意思 那左邊這邊貴人多 右邊這邊貴人少 是 那左邊這邊就是為什麼貴人多呢 他做事情非常跟人家合作 他願意做努力做 人家要什麼 他配合的 配合人家 自然人家要提拔他嘛 是 他貴人多 那右邊這種呢 你做事情有點只是考慮自己要做不做的 人家想要提拔 你也比較難了 所以貴人就比較少 這是第一項 我們用首項來看 好 我們用第二項來看 第二項來看什麼呢 要看眉毛 貴人看眉毛嘛 右邊這邊呢 你們看一下 這右邊這邊是眉毛濃 而且過目 過目的意思 濃就是重感情 講道義 是 那麼過目 過目的意思就是長的意思 眉毛長 他講道義 長又是持久 不會說很短暫的 只是心之手之作 不是他長長久久 那右邊這一邊呢 他是眉毛淡 而且疏短 就淡的話比較講求名利 跟人之間的交往 就比較不會說講道義的 講名利的 那麼疏短就表示不持久 右邊才能持久 所以比較之下相較一下 當然是這一邊當然是貴人多 那邊就貴人少了 那我們的王道大哥 他就屬於右邊這一邊的 還有剛才化妝之前 我現在發現你眉毛裡面 是不是有白白的 白白色的那個瘦毛 有白頭髮有白到眉毛了嗎 眉毛 你剛才化妝的時候 我看到是因為畫上去了 其實你很多白的 那個白的是瘦毛 非常好 瘦毛也代表貴人 就是說一個人60歲以後 尤其是男人 女人這個可以不論 男人這個眉毛 會有個白白的比較長的 代表瘦毛也代表貴人 也就是說 大後老還是有貴人這個意思 那如果說 這一點女人不必論 只論男人 因為眉毛是男主 這個主經 主男人 好 這是第二項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三項 第三項貴人多 跟貴人少怎麼看 一個是額頭高而開 又是我們的王道大哥 而人貴這個高而開 那麼那一邊短 而且窄 而且是這個比較低 那為什麼呢 因為額頭是事業工 代表一個人的工作態度 工作有沒有認真 我們有一句話說 你要提拔看額頭 你要不要提拔一個人 年輕人幾個人站在那邊 你要提拔誰 額頭低了 就是沒有人看到他 看不到他 這叫年輕人 我們要提拔張聖書 我們是以年輕人來論 你要提拔一個年輕人 如果他額頭高 但是把頭髮都蓋住了 那個也不行 所以我們講額頭一定要開 尤其是男人 額頭一定要開 不但是代表你這個工作態度 代表你事業成功 代表人家會提拔你 那你短短矮矮的 這個淺淺的 找不到你 真的找不到你 幾個年輕人在那邊 哪一個 哪一個 提拔做科長 提拔做經理 當然是額頭開的那一個 自然所以左邊這個額頭 高額開的貴人多 那邊就貴人少 好我們看最後一項 最後像第四項 我們看耳朵 耳朵左邊這邊是怎麼樣 是大額有株 是 大額 我們的王大王大哥 耳朵真的很大 我算大耳朵嗎 你大耳朵 跟你自己的臉來比 你的比例看 你非常大 是屬於相當大的一個 那那一邊就耳朵比較小 而且單薄 單薄就是像 有的耳朵薄得像紙一樣 我們這樣用紙來形容 表示很薄 我們要厚又要大 耳朵代表什麼呢 代表一個人的包容力 忍耐力 耐心 還有最重要的 你耳朵大 你自己也是人家的貴人 你不但貴人多 人家提拔你 人家賞識你 你也會做人家的貴人 所以左邊耳朵大 貴人多 一身貴人不斷 右邊這耳朵小的就比較差 好 一項四項 任何一項都算 那麼觀眾朋友可以參考一下你自己 那我們今天來的這個王道大哥 真的是除了第一項 我首項我沒有看以外 二三四應該都是針對你來說的 謝謝 一身貴人很多 對 謝謝老師 這次秀慧姐說他這四人都沒什麼規定 但是周英俊老師 我們的首相從出生到長大都會變化 會有變化嗎 首會變 會變嗎 對 向水心改 所以你一定有變的啦 不是大便的小便嗎 哈哈哈哈 那叫周英俊老師來看你 有一句祝福的話就說 祝福你出門義貴 就希望你說你要出門就是義到貴人 但是貴人 其實我們知道貴人都是有能力的人 那個沒有能力的人 你都要幫他當他的貴人 他還能夠當你的貴人 那是沒有用的 那個貴人可能要你去打三天 沒有用的 那我們希望說那個貴人可以幫助我們 但是那貴人 他是有能力的人 所以他不是笨人 所以他不會隨便來幫助你 哪有貴人看到你就會幫助你 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要能夠得到貴人幫助 那一定要怎麼樣呢 一定你自己本身就要有才華 因為貴人要欣賞你的才華 你要有能力 或是你要有很大度 因為他會覺得你這個人 有情這個道路 那他可能就是說 希望幫助你 能夠渡過這個難關 所以一定要有這些特質的人 貴人才會幫助你 貴人不是笨人 他不會隨便幫助你 所以我們要看看到底是在 我們的手面向裡面 哪些程度哪些狀態的人 才會有貴人來幫助 能夠癖極態來 我們來看看 來 他這胡德宮飽滿 胡德宮在哪裡 胡德宮就是在我們的眼睛的 這個差不多三分之二這個地方 就是差不多 反正就是胡 那眼睛的上方那裡 一定要飽滿 飽滿就是要凸 他不能耐耐 眼睛上方是這裡嗎 眉毛上方 眉毛上方 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稱為胡德宮 像這樣子的人 其實他是 豁達大度 豁達大度就是 他做事真有度量 因為有一些人 如果很會計較 跟人斤斤計較 那你想想看 那貴人 就是反正有能力 能看到你 這種人這樣 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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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種人 我幫你幹嘛 你以後不可能來回饋社會 或是會回饋我 所以他不會幫助你 再來就是他能賣很 他就能夠造成他人賣很優良 那很優良的意思就是說 他能夠交到 非常有能力的朋友 那這有能力的朋友 看你這樣子的人 那其實他就很願意去幫助你 因為你本身 他其實就有一種魅力 應該說 胡德宮好的人 應該你的就是 我們說祖德 祖德已經也相當不錯 祖德不錯 就是你的那個 我們講家庭教育 一直都算是一個 在水準之上 所以你不是那種 很厲害的價格 或是說 什麼事情 會去幫人家的小人這樣子的人 當然他就願意 就是會有能力的人 就願意幫助你 所以他在 如果說 因為人總是在外面生亡 總是偶爾會碰到一些 渡不過的難關 或是小小的難題 那這個難關難題的是 貴人來幫助你 他很可能就是說 我姐他給你打麻將 那你就過關了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人 他就很容易遇到貴人 另外一種人 這個叫 筆準豐榮 筆準的話就是 鼻子的這個中間點這個地方 那你一定要飽滿 對 你看 只有你看看那個筆準 像這種人 他就本身就是 非常非常有能力 有才華 有能力 又有魄力 就是什麼事情都敢做 因為你自己都不敢做 不敢衝 貴人哪有願意幫助你 所以這種人 他就是企圖心很強 我什麼事情 我都想要做最好 最 走到最前端 我什麼都不怕 他就很容易碰到 你的伯樂 那個能 就是那個伯 我應該講說 千禮一定要碰到伯樂 才能牽你 要不然能說千禮 你也無人 也不能自往 也不能自往 那再來他本身為什麼 他感覺好像他的那個 事業各方面都會很好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很衝的人 很有能力 很能幹的人 很敢衝 因為你不敢衝 他別人也不願意 去牽你一馬 去拉你一把 再來我們看看 我們講 耳後時輪廓分明 有的人會覺得說 耳朵 是不是有的耳朵大 有的小 耳朵大耳朵小 不重要 重要是耳朵要厚 要實 不要軟軟 就耳後實 雅蘭的耳朵就相當好 真好實 這樣子的人 他其實就本身非常有魅力 那也比較容易 出生在好的家庭 我們所謂好的 他媽媽就楊麗花 對 所謂好的家庭 不是說一定叫有錢的家庭 好的家庭就是 願意去幫助你 就是有的人就說 家庭平家 沒關係沒錢 但是那個父母就很願意 為兒女們的功課 就是幫他鋪路鋪得很好 就這個叫做好家庭 就是 不會讓他出生在好家庭 所以他在 應該講說青年的時期 就非常的不錯 因為他這個耳朵的地方 就代表那個青年時期 所以他就會在一個 好的家庭裡面成長 那當然他這個狀態之下 他也是有度量 他不會就是 不會給人家庭 那再來就是比較有人員 像這個耳朵輪廓分明的人 通常都是 一般都是有人員 那他也比較容易 認識一些有能力的人 那有能力的人 他只要就是 譬如說你要吃頭 他給你印一下 或是說怎麼樣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你就能夠找到好的地方 當然像這種人 比較不會有困難的地方 但是人總是會 有一點點的小困難 那有時候他有困難的時候 碰到貴人的機會就相當多 困難的時候 就能夠脾氣胎來 貴人當然就會很多來幫助他 對